這好好吃喔 可是你怎麼可以買到這麼大盤啊 他就送我 送你都 在名下YES 他說他要錄節目 哇 他以為你要錄 美鳳有月 歡迎觀眾朋友愛吃星球 我是若瑀 我是若瑀 嗨你又來了 我們剛才討論說 他出現的這個 在愛吃星球的頻率 好像比流行星球 那真的不是只有我們在說 因為觀眾也這樣講耶 所以我們要不要合體 你們就是長得 長得流行又長得愛吃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起合體 好我們這一集呢 我們來個特別的 這特別的就是在我們桌上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網友說搭在一起會好吃 有一樣我相信一定好吃 就是薑汁番茄 我超想吃這一道的 你有吃過嗎 去南部玩的時候有吃過 有爽喔 台北籍也有 你是 你剛剛已經裝好看 你要罵我慫耶 然後呢 我要先來跟大家說 網友說 醬油加芒果的味道 會像 鮭魚 然後 爆米花加番茄醬 說口感 特別好吃 多特別 我怎麼知道 我看起來像網友嗎 然後 雪碧加洋樂多 像 可爾比斯 布丁加統一的泡麵 說像 臀骨的拉麵 牛奶 加那個 鮭魚罐頭 說像西式濃湯的味道 所以就說如果今天 我就是很想請吃飯 但我預算有限的話 我就先 端出這一道 鮭魚料理 然後 再喝個湯 然後 還有一點錢 所以再請你吃個拉麵 然後因為也沒有錢買 真的可爾比斯 飯後的水果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很完美的一餐 我們今天的有一大考驗 我就怕我們拍完以後 我記得以後再也不是碰碰 你要坐在這邊的人 就不是我了 好啦 我們先吃第一道 第一道一定是好吃的 譚小姐想吃的話 好 幹嘛 專業吃這個 要用那個叉子 我沒有叉子啦 就是預算有限嗎 這好好吃喔 可是你怎麼可以買到 這麼大盤啊 他就送我 送你 他在明夏夜市 他跟他錄節目 哇 他以為你要錄 美鳳有月 這一定很好吃啊 這不用想 這一定很好吃 好 倒一點點醬 好 鮭魚是嗎 我現在腦子裡面 已經有鮭魚的味道了 可是怎麼可能會是鮭魚啦 那他有規定要用什麼醬 比如說國鹽醬油還是這樣 我們只是錄了個愛吃星球 你是不是把他這邊 當成美鳳有菸 我怎麼知道 好啦我們趕快來吃 好 他們是不是沒有吃過鮭魚啊 這是芒果啊 可是大家一起沒有怪 只是就是多此一舉 我發現那個鮭魚味出現在哪一個點了 就是只有醬油入口 最入口腔裡面的一個味道 然後可能是因為你吃那個鮭魚生魚片的時候 沾了很多醬油 然後它就會停留在你的嘴巴裡面 那個醬油的味道 他只有一入口醬油在嘴巴的時候 你會覺得喔好像在吃生魚片 我覺得是因為醬油的關係 欸那你知道今天幾月幾號 8月5號 這醬油7月14號就過期了 過期兩個禮拜 你應該不會記憶吧 我們這一個在錄整人節目 但它真的一點鮭魚的味道都沒有 我不懂 它到底會很像鮭魚耶 可能是醬油過期 好啦我們先吃爆米花 那麼擠囉第三道 請問這個爆米花是剛爆好的嗎 上禮拜 對 為什麼你在番茄醬呢 沒過期嗎 你剛剛倒有嚇意 有沒有嚇到 會像什麼味道你再說一次 沒有 只說極好吃 不好吃 我覺得比這個還不好 到底有沒有吃過爆米花啊 這是酸爆米花啊 極好吃 好接下來這一道呢 就是牛奶加鮭魚罐頭加熱 剛剛用微波的大概兩分鐘左右 還是熱的 有一個怪味 鹹牛奶 就是那個鮭魚罐頭的汁 然後加上熱的牛奶 這樣 你好像西式濃湯 你說是被西式過的濃湯還是 應該是字面上的誤會 它是西式的濃湯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像我一樣 就不太會做菜 那個濃湯湯有點少 就直接加了水到鍋子裡面 就變得很淡 它加了很多水的 對 的濃湯 能變被西式的濃湯 對 西式濃湯 沒錯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更奇怪的 泡麵加布丁 其實我最想吃泡麵這一道 真假的 一二三 整個掉漆 你有沒有吃布丁啊 你在旁邊要稍微把它 好奇怪的吃法喔 一定要這麼特殊嗎 好像還是那個麵的味道 蠻高級的味道 嗯嗯嗯嗯 欸好像不錯欸 到底是誰發明這個東東啊 一些外食族的朋友吧 先喝湯啊 先喝湯喔 你就是那個網友對不對 先承認網友就是你 好我們先喝湯 好像真的有欸 我覺得比較像 日式的玉米濃湯的湯底 不難吃 是好吃的 我現在還很想吃麵 我覺得麵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我覺得 蠻想來喝一口了 而且這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這可以拿一眼客欸 你來我家 我煮這個去 怎麼會這樣 欸 我們以為這個整人節目 會發現 一口接一口 好最後呢 我們就要喝點飲料口渴了 這張若霖你看下點擊 這過期了嗎 沒有過期吧 沒有我們是確定一下 很過分欸 欸我們一人一罐養樂多 然後還有再加雪碧 那請問你有沒有把這個比例搞清楚呢 1比1 網友才整理 網友就是怕 你就是那個網友 你發的文對不對 快 掰掰 掰掰 網友就是沒有喝過可爾比斯 恩 可是很好喝 養樂都要少一點 雪碧要多一點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情的重點 它不像可爾比斯 本來他們說 這個加奶精也會有可爾比斯的味道 只是我怕我們兩個中毒 這一種很小隻的人 他為什麼還要買兩種飲料 不直接買可爾比斯 我就不懂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破解 就是大家的那個新的吃法啊 那你覺得最好吃的 我喜歡那個布丁加同一面 真的喔 我喜歡這個 這還是今天我的第一名 真的嗎 所以你今天過後 你應該還是我的朋友 對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下次呢 會再做一些更多很奇怪的一些 人體實驗室 就大家喜歡的話 好啦 到這邊囉 掰掰